农村姐夫来看望男孩 男孩却一脸嫌弃 姐夫表示寻找过很多地方 始终找不到你在哪 皮普听见农村姐夫说话 瞬间感觉在餐厅里很丢面子 起身便大步离开 他走得很匆忙 生怕别人知道这是他姐夫 直到来到自己房间后 皮普才说了第一句话 但并不是向姐夫问好 而是指责姐夫为什么找他 姐夫听出了皮普的埋怨 只是告诉他姐姐病重 希望临死前能见皮普一面 皮普没有表现得很在意 表示自己抽空写信就行了 姐夫看出他不想回去 于是对着皮普说道 皮普没有反驳 默认了姐夫说的话 但姐夫没有怪罪他 对着他额头亲吻后就离开了 记得皮普出道城市时 他总是唯唯诺诺的 见到律师后 他知道自己成年后 将会有一大笔财产继承 成年之前 每月都会有固定的金钱给他支配 律师给他安排了住所后 没想到自己的助手 竟然是小时候被他教训的贵族公子 皮普不想自己的出生被曝光 于是与好伯特约法三章 不允许他透露自己的出生信息 很快在好伯特的带领下 皮普去了很多贵族餐厅 不过却意外撞见曾经的熟人 请记住这个人 他是皮普小时候见过的犯人 也是因为他才导致皮普后来的财产继承出现了问题 在好伯特的介绍下 皮普学会了贵族的部分礼仪 回到家中 好伯特还教皮普学习舞蹈 渐渐地两人成为了好友 而这个好友身份不一般 现实中他更是狄更斯的后人 皮普在神秘人的资助下 很快靠着金钱融入了上流社会 但是他经常挥霍无度 导致欠下了很多账单 但皮普觉得这不是账单 而是自己融入贵族的必要开销 也符合神秘人让他成为贵族的要求 但律师依然指责他 表示自己只是负责监管而已 并不想每件事都给他擦屁股 劝他以后收敛一点 就在这时 一个高贵的男人来找律师帮忙 而这个男人 也是导致皮普背后神秘人被抓的重要人物